啊 本来是很记忆 要听中学友 在台湾小孤单 台湿电话演唱会 结果开场进行三点多讲 中学友的身体不松快 任期来促销 我们很开心的到这里 结果取消 从新竹 所以真的到现在还是很震惊 我还没有平复 我还没有平复 从台中来 马上又要回去 非常遗憾 抢票抢了四五年了吧 第一次来就没有 然后学友哥也生病 那没有办法 真的是很失望 中学友有哪儿透过 看起来没有 跟台湾的官媒赴失礼 说中星期当时香港之后 就身体不松快 说未到RSP 后期的用合并度 现在在台湾 本来想说困难 就应该可以正常演出 不过后还是疼 没办法正常出声 叫大家免得他烦恼 不过 我怎么给大家回忆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 学友会很内疚或是很自责 所以就是想说 希望他就是不用担心我们 就是 就是希望他好好照顾好自己 然后下次再来 中学友是找到 这四天的会计到台湾的时尊 就是有盖水安 看到人很贴 虽然说去饭店票捐 能穿回到家 也是爱听 主板男人有意味 公布保障方案 不如要拿票 可不可以直接玩 二空几五年 同样计较问票 如果要拿票 就要6月11月9日是心情 如果要拿6月17日票 只要有相关的证明 还可以保障你交通会 还有相关6千块 你住饭店 保条会会用 忘记你也做不到 不去天涯 还叫在我身边就好 演唱会出销 当然过来感觉很怕算 希望说他再一会后 再回来台湾 民視新闻台北部都 台湾最好看的第二新闻 MOD请收到民視新闻台